这个的话也是线车的颜色 维克黑的一个哑光黑的配色 然后它跟普通版不同的话 就前面三个左侧和中间有一个126系列的激光雷达 然后轮毂10寸的话是一个20寸的轮胎 也是有门把守的 然后它的内饰的话有一些不同 它的内饰的话全都是采用Argantaro的脊皮的一个设计 系统的话是一个也是一样 但它的系统的话是鸿蒙系统 就是它的座椅的话全都是麂皮的 全是这种麂皮Argantaro的麂皮 包括棚顶也是都是麂皮一样的构造的 后备箱的容量的话能稍小一点 后备箱的容量的话是550升 550升的一个容量 然后它的一个音响也有不同 音响是多了一个这个 一个高中低音单元 哈曼因菲利市的一个音响 剩下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不同 然后它的一个驾驶级别 为什么卖这么贵 它驾驶级别的话是L4级别的 能够是在实现这种城区的这种无人驾驶 就是也可以用导航设定好的目标 它自己去做算价格比较偏贵一些 我们家现在这个车的话都是高阶版的 都是高阶版的